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說說 你破壞,我建設 當美國到處搞事的時候 中國就成功調解 令到尼亞爾的石油可以出口 美國人就在這種水平 他們的政客克里竟然說 中國要為哈馬斯 9年10月7日的襲擊負責 美國政經報紙近日都發現 至於國家有問題 《華盛頓郵報》5月25日 曾發表文章,標題是 美國曾經在中國享有美誼 如今不再如此 文章說,曾經何時 在中國,美國的東西會被認為是更好的 上世紀90年代 很多人在麥當勞舉行婚禮 進入21世紀 Nike的運動鞋、蘋果的手機 和在必勝客約會 成為中國中產的標誌 但如今,中國消費者更願意 喝本土咖啡連鎖店瑞幸的咖啡 而不是星巴克的飲料 中國消費者更願意 切夜排隊地買華為 M60號手機 而不是最新款的蘋果手機 《華盛頓郵報》說 過去幾十年 這種軟實力 曾經是美國 起中國最有力的武器之一 但最近幾年 除了美國文化光芒逐漸退去 美國在中國失去人心 其實 為何會出現 像《華爾街日報》說的這個現象呢? 坦白說 二、三十年前 不少中國人的確有點崇美 覺得美國人高志 覺得美國生活高尚 覺得美國有美國夢 但這些美國的美好形象 都被現實打碎 又有一個例子 可以說明問題 美國前常駐聯合國代表克利 5月17日 訪問周克馬斯 襲擊的以色列社區的時候 竟然宣稱 伊朗、中國和俄羅斯 應該是 克馬斯去年10月7日 襲擊以色列的行動負責 克利之前曾經競選 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 因為不敵前總統特朗普 在今年3月宣布退選 但他也可以說是美國第一線的政客 據克利說 克馬斯的行動是由伊朗策劃 並得到俄羅斯的情報支援 和中國的資金支持 但他沒有提供任何證據 來證明相關的指控 也沒有說 在哪裡知道 中國向克馬斯提供資金 他只是反覆地說 這點眾所周知 不要否認 他還揚言 如果美國真的想避免重突覆轍 美國就必須在 到底在誰做這些事情上 保持誠實 對於克利上述毫無根據的指控 就連在場的以色列議員 也無法附和 以色列利夫一集團議員 前常駐聯合國代表丹尼達龍 邀請克利訪問以色列 並陪同他到曾經遭受 克馬斯襲擊的以色列社區 但當被問及他是不是同意 克利有關中俄參與 10月17日襲擊的說法的時候 達龍就沒有正面回應 他說 我們必須非常仔細地調查 是誰訓練了克馬斯的恐怖分子 我們有伊朗參與的證據 除了他被追問是否有證據 將中國與俄羅斯 與這次襲擊聯繫起來的時候 達龍予以否認 他說並沒有證據 克利訪問以色列期間表示 他支持特朗普 關乎一個強大的美國 關乎一個強大的以色列 他還說自己不會在國外 批評著任美國總統 但是緊接著他就 抨擊拜登的政府 停止向以色列運送武器的決定 他說 如果你認為 這裡只會發生在以色列 如果美國繼續傲慢到底 那麼這些事絕對就會發生在美國的 簡單總結 克利說中國與俄羅斯援助哈馬斯 這些只是毫無根據的指控 但是他好像說得很具體 又說中國對哈馬斯提供資金支援 和俄羅斯提供情報支援等等 說得似層層 但是這些指控 連以色列人都不相信 但克利拍一拍腦袋就這樣說了 克利反華當然有政治動機了 因為外界正在估計 他爭取成為特朗普的競選拍檔 爭取做副總統候選人 而訪問以色列也是相關的 因為美國總統候選人 經常到訪以色列 這次提升他們在外交政策方面的資歷 和支持以色列的誠意 可以這樣總結 第一 在中國人眼中 克利這些對中國的指控 完全是無中生有 如果因為他自己理而說謊 就更加差了 中國人看著美國政客 他張開口就說謊 詆毀中國 會懷疑美國政客的智商 第二 中國人的社交媒體也看到 美國三藩市等地方 滿街都是吸毒的喪屍流浪漢 自然也不會覺得美國的生活高尚 第三 中國人看到美國貧富懸殊 也不會相信有什麼美國夢 詩問美國又怎會在中國享有美語 中國人為何要再崇拜美國 另外想說說 美國到處挑動矛盾 中國就去調解糾紛 有內地報道指出 5月19日 一艘座油帶有100萬桶原油的郵輪 離開非洲沿海國家貝寧的港口 開始加急運到中國 這些與中國相關的非洲原油 從開採到抵達港口得以出航 期間可以說是遭遇到不少麻煩 因此能夠成功出口 離不開中國的巨大影響力 這100萬桶非洲原油 是開採自非洲中部國家尼日爾的一個郵田 值得一提的是 這次尼日爾的原油能夠賣到中國 主要依賴的是尼貝國際輸油管道 因為尼日爾是非洲一個內陸國家 它並沒有出海口 所以必須與周邊的沿海國家合作 才能夠將原油或其他物資 從周邊國家借道通行 從而實現海上運輸出口 於是尼日爾早年就與鄰國沿海國家貝寧達成協議 從尼日爾興建輸油管道 經過貝寧直達貝寧的港口 然後裝船出海 講到中國與尼日爾有關石油方面的合作 其實早在本世紀初就已經展開了 而到了2019年 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成建跨越兩國的尼貝國際輸油管道 另外尼日爾阿加德姆油田二期開發工作的專案 可以開始啟動 當時尼日爾總統、議長、石油部長等幾十位政要 全部都出席了這兩大專案的動工儀式 可見尼日爾有多重視中國參與的原油專案 全長近2000公里的尼貝國際輸油管道 經過五年建設之後 目前已經投入使用 每日可以輸送原油大約9萬桶 這個項目的成功也都標誌著 中國在非洲有一個戰略成果出現 但這件事也曾生變 9年7月 尼日爾發生軍事政變 之後就有西方媒體炒作 說中國與尼日爾合作的能源項目 可能因此受到影響 不過 市政學作的發展 並沒有朝向西方希望的方向惡化 尼日爾新任軍事強人 替尼將軍上台之後 並沒有改變與中國的合作 在2023年年底 新任命的尼日爾總理澤內 也公開出席了 涉及中國原油開採時候的啟動儀式 可見到 本政府也都支持這個採油項目 希望透過它增加國家收入 簡單說 就尼日爾而言 無論哪個掌權都沒辦法忽視中國可以為尼日爾 帶來的現實利益 中國目前是尼日爾主要的投資來源國之一 而且從2011年到2023年年底 尼日爾在中國的幫助之下 先又成為產油國和石油出口國 尼日爾現在探明的原油儲量大約是50億桶 數量雖然不多 但預計可以為尼日爾 帶來數千億美元的收入 對尼日爾一個連GDP 只有不到200億美元的國家來說 這筆絕對是一筆巨款 正因為這樣 到了2024年3月 從尼日爾開採的原油 已經準備就緒 可以出口 開始駐入尼背國際輸油管道 要透過貝寧的港口 裝船運往中國 只不過自此 另一個麻煩突然出現了 這就是貝寧的態度 尼日爾昨天發生軍事政變之後 抓到西非國家共同體的制裁 他和鄰國的貝寧 也發生了外交糾紛 貝寧拒絕尼日爾通過本國的港口 來出口原油 兩國就此 吵架來 到5月8日 貝寧正式宣布 拒絕尼日爾 用他的港口出口石油 貝寧一拒絕 直接影響到尼日爾 與中國石油公司的原油出口合作 中方這邊顯然不可能看著這個項目 因為貝寧和尼日爾之間的恩怨而出現阻礙 所以 在5月15日 中國石油公司的代表團 直接找到貝寧的總統塔龍 聊天 隨後 只要用了四天時間 中方代表團 就說服了貝寧 對尼日爾的原油開放了港口 來自尼日爾的原油 終於可以經過貝寧出口到中國市場 從貝寧拒絕開放港口 短點十幾天 中方就解決了這個麻煩 也標誌著兩個非洲鄰國之間存在的爭端 正因為中國在幕後調解得到解決 美國智庫非洲戰略研究中心的高級研究員 南圖利亞也忍不住說 這是一個標誌性事件 證明中國已經掌握了這方面的國際調解技巧 中國與尼日爾原政府關係密切 與新上台的政府同樣走得很近 不理局勢如何變 中國都能夠與新上台的軍政府人員 建立密切關係 另外中國與貝寧也關係友好 9年8月底 貝寧總統塔龍還去了中國訪問 中國兩國建立了戰略夥伴關係 所以中國有能力調解 尼日爾與貝寧的糾紛 可以這樣總結 第一 未有到處搞破壞 挑動別國 對抗中國 但中國就倒處搞建設 比非洲盛在朋友多 第二 中國協助尼日爾開採石油 並且建設跨國管道運送出口 即使尼日爾發生軍事政變 也改變不了中尼的石油合作 第三 中國用了十幾天 就調停了尼日爾與貝寧之間的糾紛 連美國智虎也承認 這是一件標誌性事件 中國在非洲的影響力也越來越大 另外 在石油台時快的榮愛說到 今年23月 有外國領事館的官員 到處於香港收封 宣問意見領袖垃圾徵費計劃 會否激起強烈的反對 這個政策政治風險很高 特區政府暫緩推行 看來都是明智之舉 歡迎電腦去石油台收聽我的評論 大家好 巴士的部除了在YouTube有視頻之外 在另一個平台石樓台都有視頻看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特別是盧社長和我 有關中國的新聞時事分析 製作內容需要投入很多資源 希望你都支持巴士的部 訂閱石樓台 有你的支持我們才可以繼續製作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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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